坐吧 小林 你叫我杜嘉玲吧 咱俩 刚认识 没那么熟 你这么叫我 有点别扭 阿姨把情况都介绍了 你大概心里有个数 我觉得 我们俩应该能了得来 不一定吧 相亲 是啊 我奶奶这次回来 就是要把这个号称 IT精英的好人 介绍给我姑姑 虽然表面上 说是让他们先接触接触 可是以我对我奶奶的了解 她肯定私底下 早就跟这个好人她妈 商量好了 什么见面 互相了解 这些根本就是走过场 我看不出两个礼拜 她肯定就要逼我姑 他们结婚了 结婚呢 这么快 你看看你思思 你现在该后悔 你当初做的事了吧 要不是因为那段视频 你姑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又被那个媒体折腾 又要被逼着去结婚 好先生 是吧 对 好人 我今天来呢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如果你从美国回来 真正是为了跟我相亲的话 那真的是不好意思 您这次可能得失望而归了 没关系 对 我这有两张话剧票 我很忙 没时间看话剧 但是我也不想看 杜小姐 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这有两张话剧票 我送给您 您愿意跟谁看 您就跟谁看 其实我对话剧也没什么兴趣 对 您要是忙 您先请 我奶奶说让我把酒吧卖了 只要我故意结婚 我也要被绑架去美国了 你笑什么呀 平常老见晓琳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现在可算遇到收拾她的人了 宋爷 你这话就说对了 你别看我姑平时一副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可她一遇到我奶奶 那完全没辙 你奶奶有那么厉害吗 那可不 我姑那股劲儿 完全是遗传我奶奶的 不对 最多就遗传到一小点 别人家老太太 那一哭二闹三圣调 全是吓唬人的 我奶奶要是发作起来 那全跟你们玩真的 别说 我还挺看 还挺想看到 晓琳被收拾的样子 你姑呢 估计跟好人约会去了吧 唐唐完店 你不来了吗 你说曹唐 曹唐到 你说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约会去了吗 我约什么会呀 我跟她约得着吗我 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开溜 看你们俩这表情 已经知道我的遭遇了吧 在向你表示 深切同情的同时 也要向我们的杜阿姨 致以崇高的敬意 老田真是有眼哪 行了 别添乱 你说说 你跟你妈说你不愿意了吗 能不说吗 早就说得口干舌燥了 可是我们家老太太全荡耳旁风 听见跟没听见一样 那你觉得那个好人 这人到底怎么样啊 不管他怎么样 他再好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样不行 你这么约会敷衍了事 明摆着跟你妈做对吗 那您说我怎么办 约会 结婚 这不是不可以的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我还不敢呢 我觉得呀 你要把这场仗打赢 那就得智取 你妈那是肯定不可能了 她死活是要撮合你们俩的 对吧 我觉得呢 你要让好人 觉得你俩不合适 这个是有可能的对吧 嗯 喂 妈 这晚了您怎么还不睡呢 在这儿干吗呢 今儿不听话 我能睡着觉吗 我怎么了妈 你为什么不跟好人 一块儿去看话剧啊 他跟您说的吧 真是的 真怎么这样啊 上你那儿高壮去了 对他印象来挺好的 觉得不管怎么着 还有点绅士风度 还没怎么着呢 就上你那儿打小报告 不是他说的 是我买的票 我还给自己买了一账呢 坐在你们后边 我想看看你们俩 到底怎么样了 好吗 从头到尾 你们俩一个也没去 我亲爱的妈呀 您以后再也别做这事 行不行啊 我求求您了 您别再管我了 我干吗不管你啊 真是 您还能管我一辈子呀 我是你妈 我就得管你 我就得管你一辈子 我可告诉你啊 你必须跟好人 继续交往下去 要不然呢 断就母女关系 你断就断 真是的 我还不信了 母女关系 是您说单就能断的 不跟您聊了 还有好多事没完呢 忙去了 喂 妈 起来了 刚起床 刚起床 儿子 你那儿是不是天黑了 对 怎么样 今天身体好点吗 好 好 我自己感觉 一天比一天好 爸 你也不管管我妈 您知道她这次回来干吗的吗 逼着我去相亲 别说我那么大岁数人了 再愣去相亲 不怕让人笑话 你妈这个脾气呀 谁管得了她呀 我不是没劝 劝了又有什么用呢 你跟那个杜晓菱见过面了吗 今天刚见了 是阿姨安排我们见面的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特别好 我们一起吃着饭 还一块儿看了话剧 这个话剧我们都特别喜欢 我们有点一见入顾的感觉 她连我也是好于痛的筹码 说你到现在没结婚呢 是我造成的 还说我不关心女儿 一顶一顶的帽子 给我扣下来 太好了 我说嘛 这个姑娘的照片啊 我一看就特别喜欢 你看她那个面相多好啊 我跟她妈妈聊天的时候 也了解到一些她的事情呢 儿子啊 我认为这个姑娘啊 是最适合你的 妈 太晚了 我不跟您说了 我先睡觉了 我明天再打给您 好 好 你也要早点睡 别累着了啊 好 妈再见 哎 行吧 哎 行吧 看来呀 你也帮不上忙 那怎么着吧 您早点休息吧 嗯 挂了啊 爸 坐 妈 怎么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您至于吗 你还记得那猪小鸭吗 猪小鸭 就是小时候 住我们家隔壁那个 怎么了 她现在婚姻可幸福了 在美国呢 家里一个丈夫 是美国的医生 你还记得她妈吗 多土的人呢 原先老跟我学 我穿什么衣服 她跟着我屁股后面 学我的样 前两天去美国了 我请她吃饭 她居然在我面前 至高气扬的 假惺惺的问我说 你们家小鸭结婚了吧 一定嫁得不错吧 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割啊 行了 行了 行了啊 是我不好 我让您丢脸了 行了 行了 你别再哭了 大不了 我听您的不就完了吗 真的 真是 真是 那跟个老小孩似的呀 行了 不许再生气了啊 睡觉吧 不许生气了 不许生气了啊 睡觉 晚安 唉 怎么了 亮亮 还瞪着大眼睛 你睡不着啊 嗯 妈 咱如果再找不到房子 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要睡大街了 亮亮 你跟着妈妈搬了那么多回家 妈妈让你睡个大街吗 嗯 那不就完了 这次也一样 妈妈一定能找到房子 不会让你睡大街的 真的吗 真的 我发誓 嗯 睡觉吧 别吵醒你啊 嗯 孙小姐 喂 月明珠你好 我现在还没来看过你的房子 孙子你跟我说的 那套一个月一千八的房子还在吗 不好意思 那个房子啊 今早刚租出去 之前呢我就跟您说了 这个房子啊比较便宜 要租呢只能趁早 那 那要再有什么合适的房源 您帮我留心一下 只要离我儿子学校近就行 我着急搬家 行 那要合适的 我给您打电话好吗 好 谢谢您啊 师傅 你说这世道上还有公平可讲吗 这找公我这么难呢 一点都不奇怪 这世界一直就这样 喂 伙儿啊 你这见天老陪着我了 你那活耽误没有 放心吧 耽误不了 我陪你这点时间算什么呀 再说了 这个月的份钱我已经挣出来了 再挣就多少个事 你王经理回来没事了吧 那女的后来找过你吗 师傅 您那招与时俱焚 真灵啊 王经理说 我把他给开了 再接着第三下四的人 赔礼道歉 反正这事算是了了 行 以后加点衣服做人 喂 交完水电费 还有五百来块 连下礼拜都挺不过去了 你说这没个工作 又不挣钱可怎么办呢 师傅 我这么着呢 我把我这个月的奖金拿给你 就算我孝于您的 哪倒吧你 你那儿还月光族呢 每月都底朝上 这您还养我 你存俩钱 以后怎么娶媳妇你 你说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可怎么办呢 我知道怎么办了 咱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什么你就知道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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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看 你看 现在这买房子的受限制 这租房子的火了 你看啊 您这粮食一厅 你那轮房子干什么 租不出去啊 咱人这好地段 上午挂出去 下午就有人摘牌子 不行不行不行 好好的 你房子 我凭什么找人跟我一块儿 出去 哎呦 师傅 你这脑子就不能活分点 啊 咱先度过眼前这难关 等有了工作有了钱 再把房子收回来不就完了吗 拉倒吧你 我说不行就不行 不是 我先上个厕所去 洗一睡觉 到处把门给我关上啊 行 行 师傅 我走了 媳妇 送你的 喜欢不喜欢 我天哪儿想着啊 你带着亮亮 风里来 雨里去 真够辛苦的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我不是你媳妇 以后你别老瞎花钱了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你工作找到了吗 找什么工作啊 工作又挣不了大钱 男人就要挣大钱 等我挣了大钱啊 我会来再次高高娶你 等着 在这之前啊 可千万不要找别人啊 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再见 谢谢 先生 请留步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结账 什么什么东西 怎么了 经理 您再好好想想 没有什么呀 来 来 请这边来 不不不 先生 你干什么呀 先生 这边请 先生 这边请 怎么了 请你解释一下 你身上那两瓶酒 是怎么回事 小姐 这是房本 这房子呢 是在白塔四附近 是个四合院 有两个卧室 一个厅 我要租的是那个次卧室 那个厅大家可以共用 一千六一个月 多便宜啊 我唯一要求啊 就是越快越好 您是房主本人吗 他太忙了 我替他来的 我们有规定 这个是不可以代替的 不会吧 这也忒麻烦了吧 这 小姐 你能不能睁着眼 闭着眼 要不你这样 你呢 将来把那看房的人呢 直接带到这家院子里 那房主就在家呢 没问题 这么好的买卖 难道你们不想做了 关心我没有规定 要不这么着 我把我的身份证给安排 这身份证总不是假的吧 行 那我就破次例 我看你也不像坏人 好好好 那您对租房者 有什么要求吗 比如说男女啊 没有没有没有 诗人就行 诗人就行啊 这两瓶酒 就是一千多块钱啊 你敢到我这个超市来偷东西 我这店里有十几个摄像头啊 看你这鬼鬼祟祟的样子 你敢到我这个超市来偷东西啊 把包打开吧 你打开啊 你打我包干嘛 你打开啊 打开啊 打开啊 来来来 进 进里进里 撒上 这个也是我们店里的吧 说说吧 怎么办 是你到派出所去啊 他说我打110叫警察过来 经理 您千万别报警 这东西值多少钱我赔给您 你赔 要都像你这么给钱 那我这超市还办不办了 那个 偷医发食 我认得还不行吗 叶红 你是咱们这个店的先进工作者 是吧 你看你 你让我怎么说你啊 是不是 像这种人呢 他就应该上派出所去接受教育 不然的话 这回你垫上了 下回呢 我保证没下次了 我保证这个人 不会再在咱们超市出现了 保证我见得多了 有一就有二 我就没见过偷一次就住手的 你说话呀你 我保证再也不偷了 再也不来这个超市了 实在不好意思 对不起 实在不好意思 对不起 实在不好意思 对不起 快快快 等等 等等 干吗呢 收拾一下 你小子很可疑呀你 怎么了 想起给我达送卫生来了你 你是我师父 出把的力气应该 你拉倒过你 黑锅还让我背呢 你能良心发现 你兔崽子肯定又干了 对不住我的事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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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说说你又干什么了你 你甭在这套 你说 怎么回事 不是 反正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我就告诉你吧 您别生气啊 这回我没闯祸 是给你谋福利呢 给我谋什么福利啊 这房子 你看 说草草草草草草草 看房子来了 走走走 看什么房子 怎么就看房 干谁的房 你的房啊 这家房我给租出去了 你别扯你 你没房本你怎么租啊 你兔崽子把我房本偷走了吧你 不是 你真常租这尾巴 别没说就你 我给你独远都是 你先进年课 先进年课 来啦 来啦 这就是房主 何先生 何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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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说我是房主 但这房子我们不足 对 怎么不租了 不是刚挂盘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事 这您问他吧 您要刚挂了盘 您给摘了就行了 不是 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说摘就摘呢 如果那样的话 您是要交委约金的 你找他呀 找他 我不是委啊 你找他找他 不是 干吗 干吗 你一身 这我约金好几百呀 你有钱 我不交 你交 我就更为钱了 师傅 你怎么这么倔啊 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对了 你每月十五号要给父母寄钱 对不对 你钱呢 你想让他们知道你失业了 可是那你这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得了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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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租 我们租啊 那个 看房子呢 怎么没来啊 这位就是想租您房的叶女士 女的 怎么是个女的呀 早起的时候 我不是问你了吗 您说男女都可以的呀 您听她的呀 那就是您的事了 她能干出什么正经事来呀 所以您看吧 这实在是没法租 要租吧 我们可以租给一男的 你说一男一女 这 这没法合适 对啊 何先生是这样的 因为叶女士在我们的登记 已经很久了 一直也没合适的房源 今天住先生过来呢 我就觉得您这房子啊 特别合适它 简直就是一拍即合 不是 不是 咱问题出在哪儿啊 不瞒您说 我现在是一个人生活 是吧 一女同志 这 这很不合适 这生活上很不方便 我问您说 是 是这么回事 我爸跟我儿子一块儿过 想租您这房呢 第一是因为这地方 离我儿子学校近 第二呢 您给这价钱 也是我看房子到现在 我唯一能接受的 好 我真合适 那个 我真心想租您的房子 我平时呢 在超市上班 在家的时候不多 在家的时候孩子也在 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给您添麻烦 行吗 师傅您看 也是啊 男的女的其实差不多 再说了 人家孤儿寡母的 你 是不是 您 您帮帮我这忙行吗 我也不瞒您说 我现在住那房子吧 被那房东给卖了 您今天要不租给我 我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你看 您这么一说吧 您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是吧 那咱这么说吧 咱呢就别一年一签了 行啊 咱们一个季度一签 行行 您要说行 今儿个咱就签个多签 行 当然行了 来 咱们先看看房子 好好好 请进 请进 什么呀 师傅 租低了 什么大妈租低了 好搭近俩人 租低了 你 这 这 宋秦啊 怎么了 你明儿中午有空吗 明儿 展示还没什么事 我请大伙吃饭呢 我做东 把你妈和好人叫上 我已经跟思思还有 叶红都已经说好了 明儿中午十一点半 在吴二斋 你怎么想起请我们吃饭了 干吗呀 我那还不是为了你啊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妈 把你给镇压了 姐们儿够意思啊 我想把你和你 和好人的事搅黄了 我觉得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不管怎么样 我妈也是为我好啊 你说设这么一红门宴 我爸伤着我妈 我就想问你一句啊 你会不会喜欢上那个好人 我喜欢他 你有病啊你 那不就结了吗 你啊 别为了孝敬老人 就把自己的幸福给赔里头了 反正你现在沾前顾后了 不好做这事儿 这一切我来帮你办吧 你放心 行吧 听你的 不过别太过分了啊 我知道有分寸 就这么着啊 拜 今天菜味道不错是吧 是是是 这在美国轻易都吃不到 是啊 今天感谢大家这么热情 给我接风 我 再次谢谢大家 我先干了 慢点喝 好先生您酒量不错呀 您别客气了 直接叫我好人就行了 还有叫自己好人的呢 真是头一回亲见的 我姓好 赤刀好 名字叫人 是仁义的人 我叫好人 不是那个好人 是真仁义 还是假仁假义啊 此次 您在美国待那么些年 喝中国酒还行啊 待的时间在场 这心还是中国心 听小林说 你做技术的 月薪多少啊 也没多少 就我这个级别的 程序设计师 我们是拿年薪 差不多五万美金吧 五万差不多 跟我那时候在 在美国的时候 差不多 不过现在美元贬值了 五万美元也就差不多 不到四十万吧 不错 IT产业是新产业 算来很有发展前途的 阿姨 这您就不知道了 IT产业现在风险太大了 美国现在最稳定的行业 就是律师 医生 还有银行职员 现在又遇上了金融危机 全球的IT主要的技术业务 全转到中国来了 十年前还差不多 现在不行了 宋小姐说得很对 我也就是一个 懂点技术的工人而已 那车呢 好人叔叔 你开什么车呀 我听说美国那些有钱人 不是开汗马那样巨牛的车车 就是开阿斯顿马蒂那样 豪华跑车 对 美国的好车是挺多的 不过我不是有钱人 我也就是开个普通的车 代步而已 那个 好人 我们都是小林的朋友 她的事我们挺关心的 您不介意我问个问题吧 不介意不介意 您条件那么好 干吗到现在还不结婚啊 我要是结了婚 就没机会认识各位了 是吧 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也不是 这事看缘分 有时候缘分错过了 就很难再遇到了 对呀 其实结婚这玩意儿 就是不能将就 我就认识好多的大龄青年 一开始他们都无所谓啊 最后迫于父母的压力 年龄也大了 行 结婚吧 结了婚 分分钟迅速就离婚了 离婚的时候还得为 那个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争得你死我活的 最后真的就 就怎么了 就死翘翘了呗 为什么呀 你想啊 账户不是自己选的 爹妈硬塞的 自己看不到幸福 看不到前途 一片渺茫啊 那不是生不如死吗 行了 今天啊到此为止吧 我个好人哪 那时差还没倒过来了 该休息了 大家都休息吧 行 服务员 结账 不不不 我们来 我们来 好人哪 你来结账 好 好 来 这儿 刷卡 对不起 我们酒店刚开张 不只是刷卡 怎么不能刷卡呀 那什么服啊你们这是 我投诉你们 没事 没事 阿姨 那我付现金吧 多少钱 一共十三千万万元 晓菱啊 你来付 反正你们俩谁付都一样 那个 妈 我今天也没带那么多钱 我也只有卡 我来吧 太不好意思了 没事 行啦 先走吧 走 来 谢谢 妈 我送你吧 不用 我去找找 慢点 可以 慢点 慢点 慢走 我 我 我 今儿杨胆出大了 那个好人啊 他不应该叫好人 应该改名 要丢人 对 老是我的事 把你的事给忘了 你找房子怎么样啊 忘了告诉你们了 房子我租到了 我 离亮的学校特别近 和房东合住 房租委公道 明天早上就能搬了 等我搬好了 到我们家来吃饭 合住 男的女的 男的 那不是成了同居了吗 去去去 是个小院 我租其中的一间 来 阿姨 来 来 你给我 您坐 坐 太不像话了 简直吃个红面嘛 说问来问去的 干什么呀这是 没礼貌 好人 我知道 你受委屈了 真是对不住 别往心里去啊 阿姨 您实在是严重了 他们都是小玲的好姐妹 想多了解一些我的情况 也是为小玲好 其实我让你付账啊 想给你争个面子 没想到反而丢了你的面子 这真是真是不好意思 哎呀 其实这几个孩子 婚姻多不幸福 他们也不懂什么叫婚姻 今天这事啊 我相信不是小玲的主意 就是他们几个搞的鬼 你放心吧 我回去跟小玲好好谈谈 我可有慈心 我相信你们俩接触多了 会互相欣赏 互相产生好感的 妈 知道您想骂我 您待会儿在哪儿 我把药给您拿来 您吃完再骂我 来啊 来呀 来呀 妈妈 你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幼稚不幼稚 那还不是让您给逼的呀 我们幼稚 我看您那做法才幼稚呢 还可笑 什么可笑啊 你都四十了都不结婚 那才让人笑话呢 怎么让人笑话了 我说妈 您让我跟好人见面 那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您就别再逼我了 我这阵啊 就陪着您好吃好喝好玩 玩够了 您呢 就回美国去吧 干嘛呀 我来得才几天哪 您就拧我走了 不是您 您在这儿老是捣乱 你嫌我了是不是 我死了你才舒服是不是 行 我死 容易 我 妈 你干嘛呀 我 妈 我吵吵您了 您把刀放下去 您别让刀开玩笑啊 谁跟你开玩笑 我告诉你 我今天挺了亲了 我非得把你跟好人的事 戳合成了 要不然呢 我就死在那里面前 有吗 有吗 你这是干嘛 你怎么跟演电影啊 谁演电影啊 你要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跟外自杀 收 收拾 放下放 把刀放下 啥时候都答应你 行不行 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先放下 你放下 我啥时候都答应你 你放下 你怎么跟个孩子似的呀 说动刀就动刀的 说吧 什么事 好人就一个月的假期 他十七年没回北京了 你得带着他到处转转去 穿穿穿穿 还有什么 我让你们接触了解 然后再结婚嘛 小林啊 我是你妈呀 我不会害你的 妈想你保证 你跟好人结了婚以后 你一定会非常幸福的 你不会后悔的 行 我跟他接触啊 服了您了 你怎么不说一声 没事 没事 还行 来来来 亮亮会叫何叔叔 何叔叔 你好 孩子 往里走 正中转这屋 多转就是 去吧 还行 这个陈 你女同志带一个孩子 你说给我打一个电话 就完了这个 没事 房子啊我给您拾桌出来了 是吗 太好了 您过来看一眼啊 你先放这儿吧 好 先喘口气 谢谢您了 何先生 您哪 就甭叫我何先生了 以后您叫我何经就完了 行行行 还有啊 我得跟您说一声 头两天啊 我这人说话忒 您帮搭理我这么个脾气 没事没事 我没放心上 这不是心情不好 刚丢了工作 你知道吗 要不然我不打得住这房子 你知道吗 我说实话吧 我还得谢谢您哪 要不是您肯帮忙 把这房子租我 我跟我儿子啊 没准真睡大街了 是不是 没事 您这人人好 工作一定能找着 大愿吗 对了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 那个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 我想请他们来家里吃顿饭 这不是搬家了吗 就算乔天之喜 应该应该应该 我请您一块参加行不行 好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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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俩朋友啊 可比我能个儿 一个是海归 一个是大律师 您找工作那事 说不定他们俩能帮上忙 甭提这律师 我倒霉就倒霉这律师身上了 来 里边 里边 行 行 行 您就帮我放地上吧 好好好 我到这里干嘛归着 好嘞 来 妈 这块呢有两张床 一张小的一张大的 我呢是一张小的 您啊是一张大的 行 听你的 您儿子真懂事 懂事 我哥们 是吧 你老哥们 好好好 好 您慢慢归着 好嘞 好嘞 谢谢 好嘞 好嘞 谢谢 妈 我先写个页了 您 您那朋友打招呼了吗 咱们认得到吗 认得到 应该快到了 来来来 正好啊 你帮我借个鸡蛋 行行 这这这我行 三十五号 哎 就这儿 后来你妈没说你啊 光说我就好了 在我面前啊 差点自杀 有那么夸张吗 我现在都不敢 让她激动 我得哄着她 你妈做样子给你看了吧 现在哪还有 为这事自杀呢呀 别人装样子 还真是装样子 她动真格的 怕死她了 哎呦 这老太太 你说我做事多雷里风气呢 我怕过什么呀 在她面前全玩玩 那咱还得听思思的 让好人自个儿跟你妈说 你妈有脾气发不出来 哎呀 要实在不行的话 也只能这样了 哎 告诉你啊 下礼拜 我还得陪那个好人 逛北京城呢 是不是有好心看 现在乐祸是吧你 没有 绝对没有 不好事 是不是这儿啊 我去试试 他们来了 叶航 哎 我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你们真找来了 那个 来 你来 我来给你介绍介绍 好好好 你看 这是我两个好朋友 小林和那个宋晴 这是我房东 我们多久没见面 我们消失多少年 有时候 会坐在街边 想念我们那些年 冬的夜晚有夏的缠绵 我们锁在房间 打花当年 你伤心 我泪流满面 她快乐 她飞上蓝天 你现在还哭吗 她的脾气还没有变 那些对白还萦绕耳边 战斧着我继续向前 大雨天 我跟遥落浪天 那时我们是少年 跌倒了 唱首老歌 我们想念那些年 多少年 多少年 看时光慢慢变迁 那些对的错的 一场那温暖 满目降临的少年 多少年 多少年 一直有你在我身边 那些真的假的 只有你我了解 苦苦笑笑的少年 多少年 多少年 开始我慢慢变迁 那些对的错的 一场了弯弯 漫步降低的少年 多少年 多少年 一直有你在我身边 那些真的假的 只有你我了解 呼呼啸啸的少年 我们想念那些年